计算下列各式并化为最简根式 那么在第一题这里 根号2加根号3乘上根号5加根号7 我们要进行两项式的分配率 那么根号2我们先来分配给根号5 所以说算出来它等于根号10 那么根号2也要分配给后面的根号7 所以算出来根号14 那么接下来根号3的部分 分配给根号5 它是根号15 根号3分配给根号7 根号21 那么这4个都是不同类 他们这边已经都不能再进行化简了 那4个根号里面的数字都不同 所以都是不同类 所以这就是最简的答案 第一题答案 根号10加根号14加根号15加根号21 接着第二题我们一样来进行分配 它可以等于3根号5分配给4根号5 根号外面算根号外面的 根号里面的算根号里面的 所以3乘以4 整数的部分是12 那么根号的部分 根号5乘以根号5 基本两个它就是5 所以说12乘以5 那么接着3根号5要分配给后面的3 乘出来它就是9根号5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负2也来进行分配 负2分配给4根号5 所以负8根号5 负2分配给后面的正3 所以它是负6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检查一下这边有没有同类的 9根号5 8根号5 它们两个是属于同类方根 根号里面的数字一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写出来 9根号5减8根号5 它是根号5 好那么接着整数的部分 12乘以5和这个减6 它们两个是整数 12乘以5是60 这边是60 60减6 所以54 加根号5 这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54 加根号5